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定超 這個跌200多點 太少了 我這個早餐就跟我會講 看能不能跌個1000點 2000點 這比較好 當然你聽了以後會不會不舒服 但是我是說先跌個2000點 漲個5000點 不就很好嗎 你為什麼要直接漲3000點 要是我的選擇 我會選 先跌個2000點 再漲個5000點 這樣就漲3000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直接漲3000點 你又沒有股票 對不對 你又沒有股票 漲3000點是跟你批數 可是我有股票呢 我有啊 我知道啦 這個你的啦 你的最愛 8塊5毛3 沒有破底 這邊有支撐 但是這邊有支撐 8塊5 8塊5毛3 這邊有支撐 會破底 我跟你講就是說 今天會大跌 是因為埃斯摩爾剛好財報 理論上來講 公佈財報怎麼會10點多 台北時間晚上10點多公佈呢 聽說是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遲早都要公佈 艾斯摩爾就是設備股 應用材料 艾斯摩爾那個是 最上游賣機台的設備股 公佈財報 不錯 還不錯 公佈財報出來不錯啊 就像台積電明天也要公佈財報 不錯 可是對於未來的接單 變少了 因為禁止 美國禁止這個機台或是晶片 賣給中國 這個消息裡面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當然他以後 賣機台當然是最主要大的客戶 當然就是台積電 Intel或者是三星 第一名已經是台積電 第二名就是三星 這個大家都了解 但是 那只是 艾斯摩爾他賣設備的 賣設備 其實跟台積電 也沒有什麼關係 台積電是跟他買設備 他是賣設備 他如果生意不好 跟台積電什麼事 但是問題他是晶片股 他是屬於半導體 他做的半導體 他就廢成半導體 他就放在這裡 他就放在廢成半導體 那30檔半導體的其中一檔 所以當然會影響到應用材料 美國不是有一個應用材料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當然會影響一些其他晶片股 AMD MVD 或者是Intel 美光等等 台積電 都會受影響 所以變成廢成半導體 那昨天跌幅就比較大 對不對 那個指數當然跌幅就 交代一下 就少一點 這正常啊 因為那裡不是半導體啊 它裡面也不是全部都半導體 那五六千檔股票 各種股票都有 那是櫃台 NASDAQ指數是美國的櫃台指數 就是我們的OTC 裡面有五六千檔股票 那早上一開盤跌幅 最高到四百二十幾點 這算少耶 我是覺得算少 因為現在台積電影響力太大 台積電每跳個一塊錢 將近八點 現在正確是七點七六點 差不多用八點來算 可是台積電它現在一跳都五塊在跳 它不是一塊在跳 那五塊下去就是四十點了 將近四十點了 那你說它開盤開在1040 就三十點下來 三十塊 三十塊就兩百四十點了 最低是到了這個 1035 那就要加十十點了 對不對 那就要加三十點 三十點八 兩百 兩百三八二十 兩百四十點 再加上四十點 就兩百八了 兩百八 跌四百二十五點 就輕輕的出了 你看收盤跌了兩百八十一點 你看看好像跌很多 兩萬多點的股票跌兩百八十幾點 那就要跌很多 跌一%而已 老實說你的股票跌一%你有沒有感覺 一百塊到九十九你才不會吃不開心 或者是你一百塊漲到一百零一 那賺一塊錢你是在開心嗎 那叫一% 大盤這個叫跌一% 跌一%兩百八十一點 台積電跌兩百點 正確是一百九十四點 其他一千多檔股票 跌八十幾點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說 漲的還是一大堆啊 雖然有些跌的 漲的還是一大堆啊 你注意看這裡就好啦 比例就好啦 漲跌漲跌嘛 還平的 漲停板的也還有二十幾檔 漲停板的這些股票當然是跟指數沒有關係 它不是全值股 所以你說今天算大跌 我是覺得說 就不叫大跌 這樣好像沒有跌 我還想說 我就告訴我會員如果跌個一兩千點是有多好 因為我們已經跟會員已經達到一個共識 因為他們不怕跌嘛 他們知道未來會大漲 所以這個短時間如果說有一些震盪或是下跌 非常好啊 我們不是現在要賺啊 你現在要賺錢你就跟他賭這個啊 因為這個啊 很多人想要撈塊錢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在這裡賣8塊多 再起到八十三來八塊 這樣賺四五倍 這賺四五倍 這拉回早買點 這樣要輸就快一點 你忙上次 好看喔 至於郭平現在的靜子 省八塊 八到三點的時候 它三點收盤 但是我 但是我剛剛 我看應該是 會說在八 八點零三左右 八點零三 昨天靜子還有八點二五 今天八點零 應該是零三 那是讓我在八點零三來買 因為靜子會變動 所謂市價跟靜子的關係是 所有ETF都一樣 不是只有針對這一檔 我不是 我跟你講你看我在講 永豐 中國科技五十大 我都講這一檔 你看我就沒有講 像沒有講這個 比如說我就沒有講這個 我就沒有講這一檔 富邦上陣這個 我就沒有講 講這些其他的 連結的ETF 我就沒有講 因為他們沒有溢價 他們溢價沒那麼高 正常的ETF 因為我們ETF一兩百檔 大家都知道啊 台灣有 台灣的標準的ETF 你的最愛啊 你不是喜歡這一檔嗎 00940元大台灣 這一檔不是你的最愛 你都存股啊 你去看他現在市價9.66 你去查他元大頭心 你去看 他的鏡子是9.66左右 差一點點而已 絕對不會超過1% 一點點一點點而已 都是這樣 這是規定的 這也不用規定 人家你今天如果溢價 人家就打下去了 你看 人家打下去 不是用一張打下去 就整萬張夾下去了 讓你的鏡子也給予價 怎麼予價呢 早就被吃掉了 你怎麼蹭掉了 939也是一樣 你注意看啊 現在14.59 你去到統一頭心去查 他的鏡子 他的鏡子 他市價是14.59 你看鏡子也差不多是這樣 任何一檔都一樣啦 走不去啦 我告訴你 但是為什麼 這邊會200%呢 220%呢 這一天會220% 這220%就是38.83 叫市價 可是鏡子 它比鏡子多了220% 這拔掉嘛 你鏡子怎麼可能拉那麼高呢 你今天市價在那邊等 我說市價等 那鏡子拉起來 鏡子有辦法拉這麼高嗎 溢價220幾% 你要怎麼拉 你就拉一個漲停板10% 你也還是差200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我今天啊 我為什麼一直要重複講這個 大家都老朋友啦 我是跟你們教步啦 人家這麼做的傲事啦 到現在目前還是有些討論說 我現在啊 買38啦 買30 25 25塊會不會解套 你解個屁啦解套 怎麼解套 那是 中國的股票蓋起來就解套了 中國的股票會蓋起來 那你說的喔 你講的喔 中國的股票如果蓋起來就解套 就算中國的股票蓋起來 這支股票要回到這個地方的 鏡子38 你知道它要漲幾倍的鏡子嗎 要漲四五倍的鏡子 漲四五倍的鏡子 它是ETF 有50檔股票 你今天一個ETF要漲四五倍 你以為它是股票喔 股票要漲四五倍 多少有時候會有啦 會有這種東西啦 股票嘛 這不是股票 這是基金的 大家這邊 這支最厚啦 這支掛牌20幾年了 台灣第一名 經過了幾十年以後 你看它當然是以前 從以前指數低的時候一直上來 經過了幾十年 二十幾年才能夠跑這樣呢 這個叫元大台灣50 這是架底基礎走的 這個基礎就是3955 你會記得嗎 是這樣跑啦 是這樣子 這是這樣處理的 你以為說它隨隨便便 就可以漲個幾倍起來喔 就算現在最近最近這樣 從這個前年的十月份 九十六塊多啦 漲到現在 也大概漲了 漲了一倍多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這裡的幅度大概是這邊兩倍嘛 那漲了一倍多 一倍多嘛 那你這個要漲 你這個漲 你這個漲一倍多 八塊五漲一倍多才十七塊而已 這要漲五倍 這個漲一倍多 這漲一倍多是要漲這麼久的時間 而且要經濟成長力欣欣向榮 非常強壯 景氣很好 台灣就是小巴 我們台灣的景氣 這幾年經過COVID-19 我們越來越強壯 你也知道啊 稅收越收越高 包含證交稅 收得很高興 因為你們都要當衝嘛 政府要收到有稅 算是算是所抽金 現在已經收兩千幾億了 今年到目前為止 已經收超過去年了 當衝嘛 收一年收兩千幾億了 很好收 很好算 對不對 高政府啊 沒關係 他可以做建設嘛 你就要當衝嘛 在題外話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真的不錯 我們經濟成長力 是各種方面 其實真的不錯 但中國是衰敗 現在景氣在衰退 一大堆問題啊 房地產啊 一大堆問題 我不是唱衰別人啊 我不是唱衰 我只是講實話 我是恭喜 你如果一家公司的體質不好 營收節節敗 貨利不佳 你會買他嗎 你對於他未來 他什麼時候才要恢復一個正成長 你像這種公司你會買他嗎 你不會啊 你一定買正成長 欣欣向榮的公司 不是就是這樣嗎 難道不是就是這樣嗎 那你認為他 他怎樣 他會不會聽到 這叫做炒作啦 我告訴你 這種叫做炒作啦 你不要以為會一直這樣子 那下來 老師下來以後會再漲上去 會再飆漲什麼上去 我們再看看 我已經說過了 我也沒有說他 那個用人為的力量 我也不予置評 我只是告訴你 凡是炒作的東西 泡沫越大 一直放錢 一直撒錢 不帶計價的借貸 或是沒有 或是擔保不足 都會出問題的 到時候泡沫以後 會出現更大的硬著路 如果說用這樣錢 用這種亂砸 可以救股票 可以救房市的話 那我們早就會了嘛 我們以前還要那麼辛苦 還要國安集金 美國還要聯準會 我這樣講是在教育你經濟學 那一招我認為是行不通的啦 所以我建立各位 建立我的會員 跟投資朋友 看看就好 我也沒有說鼓勵你去放空 比如說我這樣講 老實講 我這兩天 因為我是有目的的告訴我的會員 我是有目的 我是要讓我會員完全了解這個東西 我昨天我有買這一檔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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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有建議 我有通知要買這一檔 你知道我通知的價錢是多少嗎 我通知是七塊半 八塊買一張 我告訴我的會員只買一張 我們要賺一個滷蛋的錢 茶葉蛋的錢 那會員聽到這個 表示老師在開玩笑嘛 你臉瞎微 他怎麼可能會買呢 他不會買 他知道我 我根本不想讓他們買 我說買一張喔 一張就是七萬半到八萬 昨天買不到 當然買不到 買一張而已喔 一張喔 絕對不能買兩張 那今天呢 我再通知一次 因為昨天沒買到 我今天再通知一次嘛 今天要等下來了 我通知我會員 我這一次不要八塊買 我說七塊半 沒有七塊半我不買 而且是買一張 絕對不能買兩張 兩張就是賭博 我告訴我的會員 只要你超過兩張就是賭博 那這兩張才十幾萬 十幾萬也是賭博 因為我根本不想買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先 謝謝大家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万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绝不夸大计较华仲取宠 第三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您需要一盏明灯 万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我们来看台积电 你注意看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哪里虎头蛇尾 它也不是虎头蛇尾 它本来就一直蛇尾 它这个不应该 它这个是头挠起来 它这挠起来没意思 它这挠起来是要把基础收链而已 但是因为外资的空单 今天起子结算 外资的空单有四万多口 所以它一定不会容许它红盘 如果它红盘的话 到时候指数就翻红了 所以它也很努力到1070 但是这个 这个是没什么意思 因为台积电每一天都会有 大概二三十块三五十块这样飘动 很正常 因为它缩盘又跌下来 所以它没有在1070 这1045跟1070就差了25块 25块我就跟你说过了 就200点 台积电就影响200点 所以大盘跌280几点 刚才好而已 如果台积电今天缩盘是在1070 那大盘可能跌幅 可能不到50点 不重要嘛 重要是台积电会不会再涨 当然会啊 台积电明天法人说明会 我不敢说台积电明天法人说明会 一定会涨 法人说明会它是下午的 下午你才会知道 所以盘中你不会知道 所以消息面是下午才会知道 那上一次的法人说明会 放盘 它说上一次放盘 7月中嘛 每次它都是在月中嘛 每三季里面的月中 7月开会一次 然后10月就一次嘛 上一次就放盘 这次放盘 当然也会啊 因为你放空嘛 你当然也会说会啊 你放空的人就说会啊 会啊 你放空基础就说会崩盘啊 如果你做多了 你说不会崩盘啊 讲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嘛 你不用猜嘛 那我不能猜它崩盘啊 我凭什么猜它崩盘呢 那你说老师营营说好不好 获利好不好 从来没有不好的啦 台积电从来没有不好的啦 你要看它怎么讲 资本支出有没有提高 两奈米的进度怎么样 Cowars的进度怎么样 今年Cowars是三到四万片 每一个月的产能 产能不足啊 明年要double到六万片到七万片 后年要飙到八万到十万片才够啊 那产能慢慢开出来了嘛 台积电的产能开出 用三奈米再做 以后慢慢进入两奈米 那速度会更快 你要看它公司怎么讲 法人怎么去评估 对不对 那你说不管明天涨跌啦 我是告诉你啊 这个迟早会过来 那不重要嘛 这里根本就不重要 你差五块文 老师还差五块文 不敢 你不可以怪两千年 不敢 我跟你说啦 碰到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人家都打动了啦 不像你那样混云众啦 对不对 不知道会负责 你就去那样戳 你就说 好 这个标股起一杯 明天知道要起一杯 问题这个东西叫ETF 那有正值的 你是要起一杯 我问你啦 你如果股票有可能 股票是差的 都不是主的 ETF没材料啦 ETF是五十几个股票啦 ETF是跟着静止走的啦 保证啦 不会跑掉的 永远如此啦 全世界都一样啦 你要读书啦 我给你打过啦 所以ETF 只要溢价三%就不对啦 我跟你讲金管会还规定永峰投信说把他压到3% 我是觉得说金管会对他还太客气啦 3%还太多啦 你去看你如果投资ETF的投资表你到底正值去看 都是0.多%而已啦 顶多1%啦 我不跟你骗啦 那压到3%今天压下去以后 还有几% 还有5-6% 溢价还这么高啦 还没有符合金管会的 的那个啦 规定啦 金管会是叫他们是这样的 不过永峰投信已经尽力了啦 我也不想不是骂他啦 因为这种东西会有这么大的溢价 又不是永峰投信搞的 就投资表自己去炒作的啊 所以现在净值变成8.0几嘛 那8.0几什么时候买 会员听清楚 我们准备在7块半买一张 那我7块半是今天订的 也许明天我就订6块 破天我就订5块 因为我根本不想买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买那个东西干什么 那台湾的高票1800几支 我不是今天有讲吗 这支高票我们买95块 今天涨停牌 我今天就有公开了 不然的事情我没讲 我们会员都在看 我们会员都在看节目 见准我们的会员买95块 今天100减9块 这都有讲 这支要买110块左右 这支在测标上 昨天以前测标上都一直讲 今天涨到135.5元 我们准备让他挑战这里 这样一直10% 是不是有公开晶元电 那见准今天才跟你讲 那还有一档股票 我现在还没有公开 可是我在Nighted有公开 公开两天 哪一档投资朋友都知道 你自己去参考 Lighted有写 对不对 那你说其他的股票 你说红海 老师红海跌下来 你就不讲吗 跌听板我都讲 还跌下来不讲 我买173 我这边一买70 这边做了一段算十几块 这边没有操作 都讲得很清楚 旗红也是一样 这边赚了一倍 299在这边卖掉 这里都没有操作 后来买在520块 赚这一段 赚三成 今天跌下来没有关系 广达一样 199坐上来坐到这一段 后来买回来 现在在这里 298 300 广达赚的比较少 幅度比较少 红海大概两成 齐鸿大概三成 联发科 970买 这边卖掉 全部卖掉 这边都没有操作 这里都没有操作 后来买在 在这个位置 1100多 赚这一段 台积电我们现在没有操作 只是拿来解盘 我都跟你讲过 昨天以前六档股票 我每天都讲 今天就没有讲 今天还是拿出来讲 但是今天是测标师说告诉你 利空回撤积极买股票 不要怕跌 跌越多越好 真的跌越多越好 最后是落一两千点 我是感觉 我是感觉 不要紧 不要紧 这第四季会很好操作 现在第四季 现在才十月中旬而已 第四季是到十二月 你如果有跌多一点 那以后不是就涨的幅度更好吗 如果按照可以选择的话 如果说与其要让它直接涨三千点 不如让它先跌两千点 再涨五千点 这样比较好 反正以后还是要赚 你不可以作举我作 加入好友 Telegram 153008 你当然可以先参加一季的会员 我已经讲过了 你做对一季 胜过一整年 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那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